大五公園在這個 AB 兩個點之間呢 有一個健康步道 就是這樣子的 一個圓形 一個大的半圓形跟小的半圓形 長這樣子 那麼題目說了 AB 是 100 公尺 請問你 這個健康步道全長是多少 好 這個題目難是難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你更不曉得半徑多少 那我告訴你 很簡單 超簡單的 來 你就畫兩個點 把它點一下 先把圓形 來 我們看一下喔 你把圓形畫好之後呢 怎麼找 你知道嗎 所以看喔 我講的這個是大圓對不對 我講的是這個大R 大R 這個是小R 小R 所以我知道我的兩個大R加兩個小R是多少 100 一定是100 所以一個大R加一個小R呢 50 一定是50 好 先記錄這件事情 OK 可以啦 好 那我們開始看喔 請問你 大R的 這個大的部分 這個請問你 這個補償是多少 這個補償 是不是直徑乘以3.14 然後除以2 好 半徑是大R 所以直徑呢 是不是兩個R 然後乘以π吧 然後再乘多少 2分之1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直徑的一半嘛 對不對 好 小圓也是一樣 小圓部分的這個補償是多少 一樣半徑是小R 所以 半徑是小R 所以直徑呢 是不是兩個小R 那就直徑乘以3.14 就是直徑乘以π 然後也一樣的太極一半 所以乘以2分之1 所以 題目說的健康步道全場值就是它 就是大圓的補償加小圓的補償 就是健康步道的補償 好 那是多少呢 2跟1 2分之1消掉 那是變成拍R 拍大R加上拍小R 那就答案 可是呢 我也不曉得答案多少 我不曉得大R小R多少 對不對 我把開題出完答案出完 為什麼 你把我開題出完的話 那不是變成大R加小R嗎 那大R加小R是誰 你這個任何時 所以答案出完答案就是直拍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直拍 也就是這個題目難之難在 我不曉得大跟小的半徑是多少 大跟小半徑是多少 但是我知道他們兩相加等於50 那就夠了 所以他們的扶償 不管你怎麼畫 最後的結果一定是50拍 鏡頭吧 即便一人一半也是50拍 那它還不用乘起來 哪個乘起來 所以已經 有啊 所以它是50拍 什麼都拍 拍就是3點一次 對